玉璃镇种植芒果的农民越来越多 品质产量也都越来越稳定 那么玉璃镇芒果产销第七班 在24号的一早在玉璃镇福安街举行了成立大会 并且也邀请了玉璃地区农会总干事 以及南华区农会总干事来共襄盛举 玉璃镇种植芒果的农友越来越多 品质产量也越来越稳定 24号一早玉璃镇芒果产销班第七班成立大会 在玉璃镇的福安街举行 并也邀请玉璃地区农会总干事 以及南华区农会总干事来共襄盛举 玉璃也现在种的人像班长讲的也越来越多 包含连东风那边也有在种 大宇三米那里也有在种 所以大家都希望说是不是我们能够 在玉璃的这个部分就单独成立一个产销班的部分 玉璃芒果产销班班长表示 玉璃镇地区的气候环境都非常适合种植芒果 品质也都非常良好 并且种植芒果的农户也越来越多了 我们成立这个产销班 也就是要把我们玉璃 最好的这个芒果 告诉大家 让大家能够知道 芒果在玉璃已经有了 在花园县玉璃 有一个高品质的这个芒果 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对我们本地的这个农产品 农产品多以加以照顾 产销班班长表示 希望透过成立产销班 保障农友权益之外 将来会与农会合作 并辅导产销班农友 定期办理芒果栽培管理 并从害防治技术奖席 来提升农友国品品质 记者高双双玉璃正采访报道